同樣是華東的消息 要關心什麼是該關 環保教在19號在散討 新台港区基盤到 至於環境的孫順序 全開全村華東 關於劉官也來表揚到孫順序 對環境的努力付出 每年的9月18日至10月18日 是世界最一鑑識日 環保教基盤華東 表揚孫順序原平日表現 包括100.3年度 至環境孫順序清淨河川 科協成績猶予對我 以及隨手掌插孫順序 被農藥容器 被保留甲順序 先告奉索人員 當時安排自鑑核實 隨即鑑識方法 以及清理航空分手 介紹為環境真一分心力 人要健康 就要維持 肺炉讓它通順 不能夠阻塞 河川一樣 我們要讓它勾起勾到 都不要阻塞 阻塞 阻塞就有什麼 會炒 蟲塘坐 塞下去污水排放到海裡面去 那個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水資源 然後把乾淨的水還給河川 河川才會變很乾淨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世界水質監測日 我們要做的工作就要做意義 所以就要靜川 靜西這個活動 來靠本舍 騎腳踏車來順路 這個事情要擴大 讓大家一起來做 改變環環環局從民國到印尼去 總共富度成立 二二對水環境孫秀志工隊 中人組得到四百九三人 新緣雖然都是中老年人 但博物節省以及專業機靈 沒有輸給少年人 電話關提出說 孫秀隊員在家鄉附近 提供孫早 通報、環境清理 雖然修繡繡繁榮油管 以及飛簿的感染上廠 讓騎腳踏車邊提供 無藏亂 經濁濁飛法蓋地 頭到頂暗爭發生 妙妙付出不求飛簿 令人感動 新新聞將來先落下鄉蔡鳳報道